第二七題 妈妈在清洁厨房时发现瓦斯台和排油烟地上布满了油垢 而热水瓶也在长期使用后底层结了一层水垢 静安上网查询油垢是含油的污垢 而常见水垢的成分是碳酸钙和碳酸酶 静安建议妈妈利用某某性的某某去除厨房的油垢 用某某性的某某清除水垢 请依序在上述客户中填入最适当的文字 我们看到我们的油垢是含油的 我们知道碱性可以去溶解我们的油脂 所以这个应该是所谓的碱性的物质 我们通常的洗涤碱是所谓的苏打碳酸钠 但是小苏打也是可以呈碱性 也会具有去除油垢的功能 所以这一格可以填碳酸氢钠 也就是所谓的小苏打 那么碳酸钙跟碳酸美是碳酸盐 碳酸盐会跟酸作用 所以去除水垢呢 我们应该是用酸性的东西 酸性的东西 那么比如说是可以用所谓的醋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第二期题问我们说 请依序在上述客户中填入最适当的文字 我们答案选的是 A-小苏打粉酸石醋